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 香港人面對疫情 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 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誰想 媽媽說 家人在哪裡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香港人的網台 GG Channel 開麥 好,來到這個GG圖書館 之前的名字好像叫GG信商 忘記了 Anyway,今天是星期六 2月11日星期六 歡迎大家同報 收看GG Channel 和後備頻道 印太之前 印太之戰 希望很快 這個不是後備頻道 是兩個主頻道 那樣 那樣 逢星期一至五 小弟就去GG做Live 星期六 星期六 我想兩台同報 希望大家訂閱後備頻道 因為對我們的運作 因為對我們的運作都非常重要 本來就說 星期六日說多些國際的新聞 一些合乎印太之戰的新聞 但今天就有些節目調動 因為這集我要錄定 因為我星期六早就有些要務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延續這一本書 上一次我都忘記了 看書 我也很佩服這些人 看得這麼快 或者是做書的節目的人 真的太厲害了 小弟實在是十分怠慢 所以藉著這個節目 我迫過自己繼續看這本書 始終這些書 都是一些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文字 在現在的資訊這麼爆棚 這麼迅速的年代 文字都是要努力去保留的 好了 這本是《烈火黑朝》 大家可以自己找回 我看看可不可以放一條連結 就是上一次 都是一個罪言 還未開始 是一道讀 上一次那篇 就是主篇的罪 這本《烈火黑朝》 就是《報道者》這個平台 他在整個《反送中》的過程中 深入採訪報道跟進 然後就寫出這本書 上一篇 其中一個主篇 就是李雪梨 也是《報道者》的總編輯 寫了一篇罪 標題叫 《獻給在絕望中抵抗的人們》 其實這個標題已經很令人動用了 好了 今次就讀下一篇《道讀》 作者叫吳銳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標題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是很驚訝 他對香港文化或歷史的認識之深 他一定是一個非常熱愛香港文化 或者流行文化的一個研究員 所以我對於這篇文章也覺得很感動 始終你是香港人 你當然希望別人會認識 知道和珍惜你的東西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開始講這篇文章 這篇《道讀》就叫做 《治一場未完的革命》 我們的革命當然未完全開始了 好了 大家先不要走 我盡量講得跳脫一點 是值得看的 不要走 今次香港反送中的運動 展現出強烈的香港意識 和香港人的國族認同 先戴個頭盔 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認同 也不一定我認同 但是我覺得是從一個研究香港歷史的人 他如何去看這件事 他說 但是傳統的人民社會型的專業知識分子 在這場運動裡幾乎完全缺席 不是完全缺席 是幾乎完全缺席 外面界定這場運動 就是運動者自身 他有點拋鼠包 他們並不是沒有受教育的人 相反他們受教育的程度非常好 只是不是學院派的知識分子 我們看到很多他們的設計文宣 進行國際宣傳和遊說 裡面充滿著創意 和大量的知識內涵 這個就是 Antonio Gramsci 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 有機知識分子 不是一般我們所謂的專業知識分子的階層 而是每個專業裡面都扮演了知識分子的角色 詮釋了行動意義的人物 比如說工人運動有工人自身的知識分子 他跟這個運動產生有機連結 自然形成理念的發展 所以在這場運動裡 他可能是工人 可能是學生 可能是專業的金融人士 類似這樣的專業工作者 也同時可能扮演著我們過去 預期傳統專業知識分子要作為局勢 這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認為 因為他始終是台灣背景 他可能在台灣見證的那些 譬如說你 很多的所謂學運 所謂的抗爭 都會有一些學者出來帶起論述 香港是不是完全沒有呢 譬如說戴耀廷都是傳統知識分子 但是不算很多 相對於整個運動 反送中的主角門 譬如前線抗爭者等等 基本上全部都是 其實他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 就是說各行各業什麼都有 我看法是這樣 他就叫這些有機知識分子 這些有機知識分子 就是有機知識分子 界定整個運動的方式 是非常不傳統的 我們見不到他有拋一些論述出來 譬如說寫一篇 告香港國文書 沒有看到傳統的大思想家 寫一些重要的大文本去界定 簡單說 就不是很多什麼大深厚的論述 就是這個意思 但沒有那些事情 反而見到大量的公民 用樸素非專業的方式 就是不斷自我界定 各歌都出來了 而寫各歌的 只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我比較好奇的是 香港的專業知識分子 在這場運動中的集體缺席 缺席的原因 首先是否是集體缺席 yes or no 我覺得 他說的哪些 他可能是說 我不知道 在香港所謂的專業知識分子 是否做教授 教書 或者是很有學歷 很有地位 香港從來是一個金融社會 沒有人理會什麼知識分子 即是有錢人 或者高級人員 那些就受尊重了 我馬上想起 譬如這些人 這些就是知識分子 這些就是專業知識分子 這些人 在整個反送中運動中 明明由一群很多年輕人 甚至基層 去保障 想嘗試保障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去保住你們這群混蛋 還可以賺這麼多錢 但他們是集體缺席 但是不是全部知識分子缺席 又不是 我想提一下 以前公民黨 民主黨 被我們救病的 但在這場運動中 他們不是沒有角色 很多學校 很多教授 醫護界 其實很多專業人士 出來了 所以我先想說 我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 和吳裔人 他們那些傳統知識分子 可能有一點點不同 但不要緊 我們繼續講下去 這部分可能是大家最未有共鳴 後面可能會更多共鳴 他覺得 第一 是因為香港人民社會型的知識分子 運動經驗非常少 指上談兵 好學院 即是行左膠 他們是親西方的產品 一邊優越感很重 拼命扔洋書包 一邊說自己反殖民後殖民 這種自我矛盾的意識很明顯 讓他們深陷 一個深度被殖民的意識 跨不出來 其實你們現在很少 這個你在雨傘也可能還有 還有一些談論述 談左派思想 因為你在佔領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要做 大家就聊一下 好像那些海德公園 大家講一下論述 去到反送中完全沒有這些 其實沒有這些 所以他認為有些人 可能很拋書包 很紫上談兵 他們面對不到一些很年輕人 很生猛的事情 年輕人一定讀過什麼 想像共同體 其他理論 但用現實的生命 在日常生活中進行鬥爭 這些東西其實是嚇壞了 我們稱為 葉公浩龍的知識分子 葉公浩龍的意思就是 有個葉公很喜歡龍 找了所有資料 所有龍的畫 龍的描繪 但一看到龍的真身就嚇死了 他覺得這些專業知識分子 就像葉公浩龍一樣 整晚講激進 講革命 但真的革命爆發 跟他完全想的不同 我覺得他們跟不上革命 這件事 在和勇之爭的時候 真的大幅出現 在雨傘革命的時候 或者雨傘運動 我覺得這個名字不是太重要 但是我想說 香港人的勢力 香港人的進步就是 去到反送中的時候 其實去到六一二 甚至是六一二的時候 短短一個星期 這些和勇之爭 驚異完全沒有了 驚異完全沒有了 第二個原因 我覺得他們無法面對 這次運動裡 香港人爆發出來的集體意識 那 OK 我覺得這部分 不用特別說 我覺得這不需要太理 傳統知識分戰 好了 我們繼續說 香港過去 在港英時代 享有高度的自由和法治 是一種過度的狀態 一個無法持久的現象 它一定要建立在統治者的善意之上 即是 當時英國佬給我們有高度的自由 所謂高度自治 去到中共政權 沒有 那就沒有了 英國統治者願意給你 你就有 他們離開之後 中國統治者不給你 你就沒有 但是香港的知識分子 陷入一種幻想 以為那些是他們有的東西 但那個不是有的 那個是被恩賜 這就不關知識分子的事 根本香港很多人都會是這樣 尤其是既得利益者 這個先不要你是不是知識分子 在香港虛幻都會主義的知識分子裡 追求政治主體的意識 比如說民族主義 或者自決這個想法 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右翼的 保守的 排他的 好笑喔 但是西方的知識分子 在批評這些民族主義的時候 他們經意自治 他們有自治權 所以有了自治權之後 這些民族主義 他認為是過剩的民族主義 好像有些炮鼠包 令到民族主義 從一個抵抗 變成官方的民族主義 就產生壓迫 我又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意思呢 譬如這個國家 他有主權 即是有主權的政權 那怎麼會無端端 有些民族意識 通常我們叫做右翼 譬如現在右翼盛行 右翼主義 他們未必是主流 他們是很保護主義 很所謂的本土主義 也很排他性 這些傳統的官方可能會批評右翼民粹 但是香港的情況很不同 香港的右翼主義 其實我們不是右翼 我們不是什麼右翼 不是什麼排他 我們是保障自己 因為我們都沒有主權 由驚異 有民主的民族主義 和根本沒有民主的民族主義 是兩件事 有民主的民族主義 你可以說是右翼 是個性 多了 過了 但是好像香港一樣 我們連民主也沒有 我們只不過是從我們自己的本體出發 是對抗外來的入侵 外族的入侵 侵量我們的思維 我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他的意思 民族主義有兩個角度 一個是弱者的抵抗形式 就是講香港了 我們是弱者來的 我們是抵抗的 我們純粹是想要我們本身的民主自由 不是 本身的自由 高度自治 講法治 講程序 就算沒有民主 我們希望有這件事 所以我們是一種弱者的抵抗形式 我們只是抵抗 例如左膠最喜歡說的 Fanun 主張民族意識動員 是反殖民運動必要不可避免的過程 這些太過學術了 我不說了 好了 來了 所以這一段說 高度自治是被恩賜的 香港這次的運動 很明顯是抵抗性 防衛性 在歷史的進程中 香港人都沒有自治過 所以他們想奪去自治權 譬如奪去不讓你獨立 不讓你雙普選 這樣 好了 第二個點 香港是怎麼形成的呢 其實 有沒有一個所謂的自主意識呢 他說香港成長有幾個階段 第一 由英國佬劃分 一開始拿到香港島 然後到九龍 到新界 到大嶼山 等等 現在講的香港邊界 就是十九世紀之後的英國統治 主要就是 這個就是地方邊界 第二就是人的邊界 人的邊界 就是1949年之後 我們曾經界定了不讓難民來 究竟用哪個身份證呢 其實49年之後就定立了 第三 就是用英國的很多建設之後形成的 六七暴動之後 當時麥利浩做了很多建設 強化了香港人的認同 在英國統治之下 英國給香港殖民政府 接近獨立國家的權限 大英帝國對於自治領地 通常給予一個類似準國家的身份 令到他們在國際上有一個政治實體 所以香港可以跟其他國家簽約 令到我們可以在國際上 用一個政治實體的身份運動 例如入世貿、世衛 可以參與國際組織 有自己的國際通訊碼 有自己的護照 甚至可以派 在很多國家派商務代表 所以香港幾乎是一個準國家 你可以看到不單是劃領土的邊界 確立人的邊界 然後創造認同等等 香港市民不單是市民 香港市民同時也有國民的意識 1947年的時候 二戰後的第一個總統楊武奇 當時有個計劃想強化香港人的認同 比香港人更多的參政權 不過這個計劃沒有實施 為什麼呢 這些歷史值得說 你拍歷史就開始入戲肉了 五十年代 中英建教法 因為1949年之後 中共建教法 周恩來恐嚇英國老港 你如果讓香港人有參政權 我就打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有參政權 他就會獨立 我們就沒有了香港 香港人有參政權 就不會被中共管 周恩來 我不知道 這個我沒有實施 但我相信這是絕對很多中共人當時的想法 甚至去到七八十年代都是 為什麼呢 這叫四個字 自知自明 香港被英國人管成這樣 怎麼會想被中國人管 很赤裸裸的現實 但是諷刺荒謬地 竟然現在還有這麼多人 把口 我不知道是把口 還是洗了腦 竟然想被中共管治 好了 沒辦法了 所以中共成立之後 就跟英國有一個默契 就不要給香港太多人的權利 太多權利 不要搞到真的自治 因為香港是不能守的 但因為香港不能守 英國又不能放棄 所以沒辦法 妥協之下 英國唯有不給香港這麼多自治權 這個是他 這個作者五瑞人自己的說法 是不是呢 我不敢100%肯定 總之我也同意中英是有默契的 原因是不是這樣 我就不肯定了 然後繼續說 英國由於他守不了 周恩來說恐嚇會打香港 那怎麼辦呢 所以唯有不給自治權 到了1971年 OK 中共加入了聯合國 再重複一次 1971年之前 1949至1970年 聯合國內的中國合法 唯一代表是中華民國 所以說一個中國 是可以說中華民國 1971年之後 沒辦法 就被中共認受了 當時中共做了些什麼呢 就是在一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裡 將香港從殖民地 在一個名單裡拿走了 在中共加入聯合國之前 香港還是一個名單 叫做 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y 當時根據聯合國定義 如果你在一個名單上 你可以自決 而被聯合國認可殖民的 可以公投或者用託管等等的方式 取得獨立的地位 中國進了聯合國之後 第一個動作 就將香港拔走了 這就是中共經常誤導的 所謂聯合國的決議文 再說一次 這個決議 不是代表香港 不是殖民地 只不過 有一些殖民國家 殖民完之後 可以自治或者獨立 而香港那時候 是不能自治或者獨立 就不代表香港不是殖民地 所以作者就說 你看到有兩次機會就沒有了 第一次就是英國剛剛二戰之後 那時候就是怕中國打過來 所謂 第二 就是從國際方面 在聯合國的名單上 就不給香港 其實那個名單 只不過是香港沒有一件這樣的事 就是說 他完了殖民統治 就要行自治 或者是獨立 或者是託管 那怎麼辦 因為香港是由英國殖民 變成中共殖民 還有沒有機會呢 有的 中英談判 當時民間的大部分民意 都是想繼續接受英國統治 你試試現在做一個有效的民調 你猜多少人想讓中共管治 多少人讓英國管治 你試試 你這樣做吧 好 80年代 中英談判的時候 做過幾次民調 想留在英國統治人 是佔最多的 遠遠超過回歸 你試試現在再問吧 但是沒有人出來表達這個聲音 站起來為香港人發聲的知識分子 基本上 一切倒在中國的民主化 這是有時代背景的 因為80年代 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 是真的自由的 那時候還有劉曉波 這些自由主義者 但是去到89年的時候 中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鎮壓 這是一個歷史的分差點 如果當時中國是繼續經濟改革 政治改革的話 今天中國就可能不一樣 當時他認為很多知識分子 譬如甚至包括李柱銘 在參加中英盤判的時候 是倒在中共的自由派領導人 例如趙紫陽身上 但是堵住失敗 我認為這個不是堵住 這個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希望有 希望 這件事 這個叫做 博好財 就是好像我們 買股票一樣 你暗瓦地知道你買錯了 它跌了 你希望它會升 就是這樣 你承諾中共 是會給你香港民主自由 順手承諾 就等於你承諾一隻 這樣的垃圾股 會升回頭 結果是不可能的 好了 被中國內地延長主義搖醒的政治意識 香港人的政治化 也是比較追求政治 從90年代開始 這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 大概由89六四開始 六四事件 已經令到香港人意識到 他們一定要思考自己的命運 必須自救 所以在英國統治最後的五年 就是1992年至1997年 彭定康努力想令到香港民主化 香港也積極追求民主 但是為時已晚 彭定康做了一個 香港有史以來 最大的參政權的賦予 雖然拿不到完全的賦予權 但已經有很高程度的參與 幾乎等於普選 第一屆立法會 但是1997年之後 立即被解散 由北京派另一個 香港局勢整個被扭轉 我這個時候真的要出少少相 OK 這個都類似一個 好像由讀書變成一個歷史節目 這位就是我們 懷念的肥棒 然後 剛才所說的 被中共突然間 強硬地強姦 然後就成立一個臨時垃圾會 一切在97年之後歸零 97年是一個reset 重新離開 香港原本對中國是有期待 期待中共對一國兩制 對基本法的承諾 尤其是雙普選的承諾 結果沒有想到 中國對於普選的理解 跟你完全不一樣 中國的普選 是控制型的選舉 結果 期待不同的雙方 衝突慢慢開始顯露 由03年最激烈 就是23條 引起50萬人大遊行 23條 2003遊行 大家有沒有走過 OK 這是一個香港自決運動 第一次大規模動員 雖然去到中間曾經好過 03、04之後換過曾蔭權 大家炒樓 又有驚傲去到頂峰 但是 中國他們的官方民族主義 又令到香港 躁動起來 本土主義就爆出來了 初時是有民生層面的 民生層面 中港矛盾 主要原因是 因為香港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 你看到一個共同體 就是香港人 控制不到自己的邊界 就被外部滲透進來 最終導致瓦解崩潰 我們會看到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 排斥水貨客 或者中國的投資客 但是我們要理解這個脈絡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因為香港人覺得失去了對邊界的操控權 這個有點像動物爭地盤 你突然間 好像養動物也是 你突然間 為什麼會養新的動物 狗的突然發瘋 賴屎賴屎賴屎 就是他覺得沒有安全感 第一個是移民政策 香港人無法控制 由北京控制 每天150人 北京決定哪些人可以透過單程證來 22年來 至少過百萬人來了 另外觀光客 他們來到香港 也是由北京控制 中港究竟要整合到什麼地步 整合到幾快 也是由北京控制 你看到大灣區的構想和規劃很早開始 即是他一開始就預示將香港融入中國 是從全中國南方區域發展角度 中南沿海區域發展角度去設想香港的角色 香港本身的特殊性不重要 怎樣整合才更重要 才會搞到一套叫內地延長主義的整合計劃 現在回想起來 真是多愚蠢 你們的前人 共產黨 你們的前人已經講到明了 香港應該怎樣做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怎樣利用 你要利用香港 就是要他不同於你的中共 你現在要將香港融合 即是將香港作廢 但是我告訴你 他們現在不知錯 不認錯 不要緊 繼續 香港社會資源本身就少 現在更嚴重了 雙非、住宅的問題 他們沒有香港的永住權 或者公民權 但是他們可以大量收購香港的民生用品 嚴重干擾了香港人的生活 我們看到包括江復屯門、江復上水這些行為 其實都是中港強制合併的過程 引發一些比較表面的衝突 香港人能夠做到事都是這樣 我們沒有要求 你問問我們是否同意 香港人沒有辦法自己統治 沒有主權 控制不到自己的邊界 但是最後令到自己的邊界不斷被侵蝕 整個社會不斷瓦解 這裡瓦解的很多方面 包括中國資本進來 炒房地產 然後令到我們整個生活形態 各種街角形態 各種小店消失 變成一些大型連鎖店 香港舊有的風味沒有了 最後文化形同也改變了 另外粵語問題 就像當初日本去台灣想消滅台語一樣 中國在香港很明顯要消滅港式粵語 但是你搞不到 叫他搞普教宗 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香港年輕人的北京話好 這個我就注意不到 這個就是近年語言同化政策結果 雖然廣東話仍然在 這個問題很有趣 中國是否 他可能是沒有意識或者有意識 他會想消滅你的地方語言 廣東話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地方語言 但是他消滅不到 第一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 曾幾何時 記不記得 當大家都有個想法 一定要學普通話 記不記得 有個說法 的確是有用的 我覺得不是因為中國 而是因為台灣 好了 我覺得 廣東話的法國是消滅不到的 因為廣東話代表那種意識 現在 反過來 為什麼國語 你不會普通話 難聽 難聽 bad taste 就是這樣 我們香港就是崇優 我們有什麼 會接觸到 這些垃圾普通話 看你那些 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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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新聞 那些北京康 吸引不到我們 反過來 其實很簡單 你試一下 找一個 就是去老懶 有一個人 一口留你英語 有一個人 一口留你英語 一口留你驚騙子 誰能溝到女人呢 就說完了 說完了 對不起 你的文化 真是bad taste 中共就是 一個劣幣 驅逐良幣的政權 為什麼呢 是有原因的 因為好的文化 一定是有自由思想而止 這是極權不能容許的 好了 今天繼續說 所以包含年輕人的光復上水 這一類的行動 其實是很無奈的 因為是一個很低層次的抵抗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源頭 管控自己的邊界 所以唯有用肉身去抵擋 去衝突 你可以看到北京和香港一國兩制 這二十年以來 表面上維持一國兩制 實際上 就是用來地延長的方法 跟你同步 跟你整合 消化在大灣區裡面 香港自己的特殊性完全不理 對中國而言 香港最終要實質融入大灣區 雖然只保持一個特區 但是當中國和世界之間 作為中國和世界之間的白手套 去收資金和用來洗錢 這跟澳門有點相似 澳門現在就完全融入了 如果你是香港人會怎麼想呢 你可以說是大約10年前 2008年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本土主義 你可以看到這十幾年來 香港本土主義是防禦性的 一開始是很純粹保護本土 後來才迫到民族主義 但從頭到尾 其實我們都是想抵抗北京的同化 整合 防禦 再說 我補充 其實就是想保障我們的生活文化 只是這麼簡單 只不過我們開始醒覺 就是這樣抵抗也沒有用 如果我們最後不是能夠有自己抱 有普選也不代表我們保得住 但沒有就更加沒有 他說香港的精英對於這一點是知道的 但對他們而言最大困難就是 你要不要 你是否要跟一國兩制決裂 政治決裂的論述在後雨傘時期出來了 並且去到高潮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最具代表性的 2016年 梁天琦參選新界 東的時候 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從剛剛講的就是 一開始 本土主義由生活的衝突 反水貨 反雙飛 都是防禦性的 就是不要入侵我們 不要搞我們 但是 越來越發覺 越來越深層次 最後 就想到中國要將香港整合 所以 梁天琦的主張 就是一種香港 是香港人的香港的民族主義 但是 前幾年的本土主義 不過2018年 梁天琦被判刑之後 民族黨被宣告非法 這個所謂激進的路線 就暫時壓下來了 中港融合的政策 導致前面的現象出現 在末端產生衝突 然後再向上延伸 接著大家發現 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政治 所以香港最後要求 拿回政治的決定權 而這件事 本身基本法是我們有的 北京不能隨便送人進來 做什麼要跟我們談 這是很多香港人的如意算盤 我們沒有想過獨立 雙普選 說了一國兩制 所以很多知識分子 將基本法當作小憲法 但是北京一點都不當作憲法 北京最多當作一個 比一般條例低一點的東西 可以任意干預 而且干預越來越強 其實北京沒有憲法這個概念 沒有自決 自由 只是幻想 香港在過去1988年到現在的30年裡 經歷了一次劇烈的變化 整個香港人的民族性 由極度非政治的經濟動物 變成政治動物 這就是他所謂政治化的過程 首先對政治的態度 他們意識到一定要參與 不能夠自身以外 第二個實質的認識就是 當你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時候 就會越參加就越了解 所以這幾十年裡 香港的政治意識快急速成長 絕對是 第三個就是政治主張 第一個就是意識到要參與 第二就是越來越認識 第三就是 雖然為什麼這些年青人會這麼厲害 就是他知道 學習又快 看到了一些東西 網上什麼都有 第三個就是政治主張 從一國兩制 寄予一種天真的信心 到幻滅 轉向自決獨立 這次的反送中運動是什麼 就是運動保持著 是否浪漫主義 作者認為不是 他認為這次運動 很多參與者認為是End Game 這次再沒有成果就沒有了 的確是 短期來說真的是 因為我們已經守護不到香港 現在只會淪落下去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悲壯 所以作者認為這個運動 充滿悲劇的意識 這次香港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好像很曖昧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釋 但這是香港人的策略 香港區議會參選人的時候 要向選舉主任交代自己的政見說法 為免被DQ 所以每個人都會說一大堆 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合法化的一種論述 當然這些只是這樣表演而已 港人在2014年遇散的時候 都辯論過要不要命運自決 還是命運自主 這些我不再搞了 所以從那時候發展到現在 自決的想法 不能回頭 現在香港人主張命運自決的基本前提 就沒有改變 不過更加強化 但是政治上怎麼搞呢 怎麼爭取呢 我們說這件事的時候 很少人會承認自己的港獨 不過在心裡其實是想的 這是非常明顯的 激進派追求獨立 溫和派要求的是不獨立 而是在中國的聯邦式架構裡 追求一個準國家地位 就像之前英國一樣 為什麼溫和派要這樣呢 他們想像的香港就是這樣 因為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就是這樣 給了一個自治的地位 在國際上好像是準國家 但是這是一個香港的虛幻幻想 他們以為準國家 就有的 老鳳有的 但是沒有想過 這是英國佬給你的 只有在大英帝國的結構才有可能 這裡他說大英帝國的結構 我就不說了 好了 我以為 我講了一半就搞了 我以為半個小時都說了 我太長氣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講完這一段就算了 OK 這個項目就是 將時代革命放在全球化的脈絡裡面 香港人在港英一百五十年的統治裡面 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 唯一沒有的就是參政權 如果有參政權的話 港人就會有自我的意識 成為真正一個主權的人 北京就是怕這件事 所以一直不讓 令到香港人的政治主體 二十年才出來 這個難怪是北京的 這個是我們自己掛著賺錢的 我覺得 散運的時候 先是公民社會和精英階層開始覺悟 等我弄回一幅什麼照片 OK 先把這幅 開始覺悟 但還未到普通的平民階層 運動規模都不小 國際能見度都高 但政治上最後都失敗 散運之後 在港大學院 在港大學生 提出第二次香港前途談判的主張 他們認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現在到了 這次香港要參與 要發聲 追求一個自我決定的集體意志 由散運開始 就去得很清楚 這幾年 北京和林鄭 真是以為香港在散運之後 是被韓服 先做個雨傘運動 現在說的雨傘 真的很遙遠 怎麼這樣 他們以為近年對立法會議員參與的人DQ 對抗爭者司法的整肅 言論自由的緊縮等等的鎮壓手段 已經有效地令香港人喪失抵抗的能量 所以他們得而忘形 就搞一條反送中 一條送中 送中一出就糟糕了 因為這個是中港法律整合 香港自由最後一道防線就是司法 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把中國的法律強加於香港之上 香港自由最後一道防線就是司法 這個時候一沒有 自由也沒有了 果然也是 林鄭誤判香港社會的結果 就是引發香港巨大的抗爭能量 這一次不是要命運自決 是 即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都抬頭 這個我也很有記憶 那時候應該是616 616 616 總之應該是616 有一次港島遊行 都很和平 遊行完之後 就走了去西環中聯辦 我就很驚訝 那時候你要記住 現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就很普遍 但是由剛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是沒有人 因為有隱含港獨的感覺 或者很激進的感覺 612的時候 其實是相當之和離非 所以去到616 我突然聽到一條街這樣叫 我覺得 我是很震撼的 那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香港人真的覺醒 現在香港年青人出來 一個池內抵抗 年青人很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處境 因為他們要承擔這一切 在體制裡面享受特權的這些人 可以拍下屁股就走了 但是香港的年青世代 他們用盡全力要生存 所以他們說中國之節 不是開玩笑 攬炒概念背後 其實有很強 很悲創的意識 他們就要拿回香港 阻止中國進一步融合 香港到中國的內部 時代革命 是什麼意思呢 梁天琦在2016年選舉的時候說 因為大家都說 雨傘是他們這個年青世代革命 他說不是世代 是時代 是這個時代召喚 召喚香港人去完成香港政治史上 形成共同體的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要拿一個參政權 作為一個共同體 所以香港在各方面都已經形成了 有邊界 有認同 有共同文化 共同意識都有了 就是沒有一個自我決定權 所以時代革命在政治歷史上 就是港英政府統治最後的一個步驟 就是要香港人去完成 從一個被動被統治的群體 變成一個積極自我統治的群體 這是第一個意思 時代革命第二個意思 就是一個反全球化 反去中心化的一個運動 從美國的反制謀開始 然後拉丁等等 然後莫里花革命 他亦有一種反全球化的面向 接下來就是台灣 香港台灣有太陽花運動 那是不是呢 還是他自己強加呢 我們可以討論的 中國利用全球化的邏輯 要對台灣進行侵略 跟台灣說 就不要鎖過 要台灣接受全球化的命運 但是他進來是要控制台灣 利用經濟 控制政治 引發台灣強烈的反彈 那些外來資本進來之後 就變形了 跟香港很相似 譬如炒樓 中資 控制媒體等等 中國利用全球化的浪潮 對台灣進行經濟侵略 最後達成政治支配 結果激起全台灣的反彈和抵抗 同一時間 香港社會都出現很類似的結構性因素 OK 從1989年到現在 幾十年來 中國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 1989年 西方各國在華盛頓通過華盛頓共識 推動自由主義全球化 當時要將中國拉進全球資本的體系裡 背後的邏輯 只要他資本主義 就有中產界執 中產就會想有民主 多麼天真 我們現在回想 沒有關係 奴才 多麼有錢 都是奴才 這是我講的 反過來 有骨氣的人 有錢沒錢都是有骨氣的 不是因為有錢而有骨氣的 很多的無限論述 都認為將中國拉過來改變 但中國也沒有這樣的想法 你要全世界市場向他開放 就沒問題 給他一點錢 我很開心 但要他開放給你 你就會發夢 他沒有想過民主化 那時代革命 作者認為有這樣的意義 就是 新自由主義的秩序 經以分崩離職瓦解 是吧 那中國這段時間 因為全世界對他開放 他就成為了區域的經濟霸權 世界上很多國家就受害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包括韓國 台灣 例如 比較低工資 青年 都是跟這件事有關係 他認為 而中國是最大受惠者 也累積了強大的軍事力量 變成一個區域的霸主 現在甚至變成帝國主義的國家 中國在這幾十年裡 有幾個變化 第一 全球對他開放的情況下 就是利用國家操控 達到快速成長 快速累積資本 但是又產能過剩 於是就要賺出去 第二 就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中國經濟撥起來了 就要崛起 要復興 擴張 要世界尊重 因為百年羞辱 這是百年羞辱的民族主義反彈 結果中國就將資本輸出 加地緣政治擴張就夾在一起 變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 好像一帶一路 本身就將產能過剩的問題上解決 亦都透過輸出產能 製造債務陷阱 控制國際上的這些戰略地區 香港又怎樣 香港有一個說法 就是中國的紅色錢哨詐 一直是中國和西方的連結管道 冷戰時期 中方被西方圍堵 利用香港獲取外部資金 其實現在好像 原料和技術 亦都透過香港出口各種中國產品 當時中國內部 沒有可能金融自由化 但是需要全世界資本 所以透過香港 其實現在也是 事實上 中國的外資有七成是經香港入中國 中國企業也必須在香港上市 另一方面 因為很多國家對中國禁運 所以中國需要一些技術從香港入口 跟現在也是一樣 另外中國內部有很多貪污的錢 要經過香港和澳門來花錢 沒錯 整體而言 北京的目的 就要工具化香港 令到香港成為一個 一帶一路向全球擴張的白手套 好像過去周恩來所說 對香港的策略 就是充分利用長期打算 總之 香港對中國而言 就是一個切頭切尾的工具 北京根本不在乎香港人的認同 香港人的價值 當中國帝國主義 中國經濟民族主義 中國國家強盛的發展繼續擴張 香港就必須繼續扮演 吸引國際資本角色徹底被工具化 在中國國家大戰略之下 香港的民主法治毫無意義 北京只要維持香港 在形式上 國際金融中心最低限度的自由 就能夠繼續為中國集資和使錢 好 真是不好意思 再讀之下 發現原來內容這麼豐富 我還未讀完這篇文 我還以為不夠時間 結果説了九個字 希望各位網友 不會覺得長期沉氣 我認為如果我們要想香港怎麼走下去 這篇文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究竟我們香港在中國的角色是什麼 還有我們接下來如何爭取我們想要的形式 下一集 下一次烈火黑朝的讀書報告 繼續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們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是怎樣 有什麼想法 歡迎留在留言 如果你看到這裏 真是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明天1點鐘在GE Channel和印太之前 繼續會上演不同的節目 下集見 謝謝 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芬 歡迎大家收看GG Channel 不想我頻道這麼快GG的話 除了支持收看訂閱之外 可以加入Patreon支持小弟 或者加入我們的母元 立刻按了 快點快點按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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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